舍弃人间恶习 专注人间修为 如果整天把佛菩萨挂在嘴边 而没有认真的去了解和实践 他的功德几乎是没有的 所以一定要去了解和实践 实践是什么 就是修行 了解是什么 就是修心 如果一个人对法门 不能深透地去了解他 对于最根本的基础的佛法 没有去了解 去实践 这个人就是没有功德 比如一个人要摔到了 如果你是凭着人性一刹那 没有学过佛 你没有带着一种慈悲心 去感受到这个老人要摔到了 而是一个反射动作 把他搀扶起来 你只不过做了一件善事 如果你是感觉到 哎呀 这个老人家摔倒了之后会怎么样 我应该怎么样把他扶起来 他很可怜 他像我的父母亲一样 他是过去佛或未来佛 如果你有这种想法 当你的境界提高的时候 去做任何事情 你就达到了高层次的境界 如果你用心来做 得到的就是心灵的回报 如果你只是做外表的事情 你得到的也只是外表的回报 大家都知道 天下没有不劳而获的事情 不劳动就想得到 那是不可能的 徒弟小鱼现在被大家称为老师 因为他回答了那么多的问题 他怎么会知道这么多东西的呢 因为他天天跟着师父问 他从师父这里 学来的东西 实际上就是他的东西 你们今天听进去了 就是你们的东西 而你们把学的东西放在肚子里 没有拿出来 就是没有实践 你们现在从师父这里 学来的东西 就是你们自己的东西 你们要抢着做功德呀 你们平时要多做功德 多帮助人家 多讲解 如果你不去讲 不救人家 你们知道 这是修的小成佛法 因为在末法时期 小成佛法是救不了人的 也救不了自己本人 师父给你们讲一句 很清楚的话 如果你们把师父 教授你们的东西 能够用在实践中 实际上 就是你自己的东西 我希望你们每一个人 都能像师父一样 救度众生 你们每一个人 都能够讲出 很多的生活道理 师父要你们 在师父的 这条航空母舰上 来救人 来救度众生 不然 你们在自己的 这条小船上 看见那么多人 在水里 每个人都说 哎呀 这么可怜呀 请观世音菩萨 你救救他们吧 而自己却不动 师父是让你们自己 要伸手去拉呀 如果天天坐在那里念经 什么道理都不懂 什么事情都不做 只知道给自己念经 而且不用心去念 你一定得不到 菩萨的救度 要懂自度度人 所以念经 一定要用心去念 当业力显钱的时候 当一个人身上 有业障的时候 首先 必须先消除那些业障 消灭业障之后 你才能修好心 否则业力给你捣乱 让你的心定不下来 业力在身上的时候 是乱窜的 师父给你们举一个例子 你们就会明白了 当一个人很烦恼的时候 心定不下来的时候 心里想 我要念经 我要念经 虽然嘴巴在念 但是 心里难过又烦恼 那个时候 心就根本定不下来 就想站起来 做点什么别的事情 那个时候 自己克制不住自己的心呀 这就叫乱窜 就像有些人 家里有一点什么事情了 人坐在这里 我要念经 我要念经 而脑子里全想的是家里的事 这就是 人的业力乱窜 然后 你用什么样的心去修心 就得什么样的回报 果报 如果你用很慈悲的心 去修心 你得到的 就是很慈悲的回报 如果你用这种 烦躁不安的心去修心 你修来的心 也是烦躁不安的 能明白吗 人怎么样 才能定下来呢 能让人定下来的 最好的方法 就是做人要想到 知足常乐 但这是对人间来讲的 对学佛人的一句话就是 借贪尘吃三度 当你想到 在人间 我什么都满足了 虽然这个事情 让我很烦恼 但是 对我来讲 已经很好了 你的心 就会平静下来了 从心里面挖 那就是借贪尘吃 因为当你不贪的时候 你就没有这个烦恼了 当你不恨人家的时候 你心里也没有烦恼了 当你不愚痴的时候 不想得到某些 自己得不到的东西时 你的心 也就平静了 如果你的心静不下来 你只能随着习性 随着习性 就是随着习惯 随着你的恶习 堕落到 六道轮回当中 举个简单例子 一个女人嫁三次 为什么会嫁三次 她自己难道没有毛病吗 身上肯定是有毛病的 第一次这样 第二次还这样 第三次结婚了 又离婚了 所以 她就是在轮回呀 她吃过的苦头又吃了 她找过的麻烦又找了 她不接受教训 对不对呀 人最怕的是没有悟性 一个人不修心 犹如一个老人上坡时 手想拉旁边一个杆子 因为两个脚支撑不住自己 就想拉一个扶栏杆 但是 她抓不到东西的时候 会产生恐惧感 犹如我们在人生行走一样 我们没有这根栏杆 我们就会跌跌撞撞 也有可能会翻下山崖 我们只有拉住这根栏杆 而这根栏杆 就是你们要好好学佛 试想一下 当一个人往下掉的时候 他的双手最好是能够抓住什么东西 这就是人间在碰到灾难的时候 家里在出现困难的时候 自己被宣布生了癌症的时候 你的两个手就想抓一点东西 你抓不住就往山下滚呀 翻呀 而想抓住的这个东西是怎么来的 是靠你平时天天要抓得住的 所以一定要学佛法 不学佛法 双手一空 你的心就找不到人生的方向 你们虽然没有从山崖上翻下去过 但是我想很多人都做过这样的梦 从很高的山上摔下去时怕得不得了 明白了吗 真的很可怜 所以一定要学佛 坚决不能三心二意 心一定要专一 选一个目标学佛 人的一辈子最后什么都带不走 是无所得的 想一想 我们什么都得不到 举个简单例子 我们把人间分成三段 少年 青年 老年 少年时你把红领巾 奖状 全部得到了 当年得到的时候 你是多么的兴奋 就像你们大学毕业 戴个帽子一样 开心得不得了 那么当时的感觉 你们现在还有多少呢 等到你上大学的时候 你还能在乎中学得到的 那些奖状吗 等到你快要死的时候 你还会在乎你的小学 中学 大学的事情吗 你在乎的你的家人 你不想走 也得离开他们 你喜欢的所有的钱财 你只能放开手 你所拥有的一切 都是暂时的 因为你必须离开他们 你不想离开 也要离开 人活得是多么的无奈 而且一旦离开了肉体之后 你究竟往哪里去 很可怜 所以一定要 该舍的就要舍 该抛开的就要抛开 从心中去关心他们 而不是从行为上的关心 你爱一个人 可以用心去爱他 你不一定要天天跟他在一起 你们很多人到师父这里 来学佛学法 坐在这里 实际上 你们在避孕你们的家人 难道不是吗 你们做了师父的徒弟 家家平安无事 难道不是叫修为吗 难道不是叫修行吗 难道你们认为 坐在这里是浪费时间 应该跟家里人在一起吗 然而 因为你们学了佛了 学了法了 念了经了 你们家里人 自然就受到庇护了 难道不是关心他们吗 人想在世界上 活得长一点 不要浪费时间 要念经修心 要帮助人家 你才活得有意义 你天天往外面跑 就是在做没有意义的事情 你去做什么 你们想想看 同样是做一件事情 你们跟着师父出去 那叫弘扬佛法 是有功德的 如果自己去旅游 那是叫浪费时间 你自己能旅游到天上吗 师父在天上看见的那些美景 是你们一辈子都没有见到过的 那种漂亮的仙境 就像电影里的一样 境界完全可以超脱 你们想想看 旅游的话 到一个国家 坐十几个小时的飞机去看看 然后再坐十几个小时的飞机回来 你们说 累不累呀 如果你们是灵体生活的话 等你们走掉以后 知道在天上看见的是什么 只要读过阿弥陀经的人都知道 七宝池 八宫得水 黄金为地 你想想看 在天上 到处都是黄金 你还会捡一块黄金 藏起来吗 就像马路上 到处都是石子 你还会捡一个石子 藏在家里吗 以为人间好得不得了 全是假的 空的 人间给你带来了什么 没有给你带来幸福 只给你带来了忧伤 烦恼 痛苦 给你带来的是生老病死 而且给你带来最大的 难以接受的现实 那就是 你必须要死 当你想到要死的时候 这个不舍得 那个也不舍得的时候 当你躺在床上的时候 那是什么感觉呀 不要再浪费时间了 要抓紧时间好好修 师父给你们一个高的要求 你们在做每一件事情时 脑子里都要想 我有功德吗 这是在学佛吗 我这个事情做得对不对 师父就是这样 在做任何事情时都在想 我这个是不是在学佛 做得对不对 师父让你们在吃饭时 要想到 我多吃一顿素菜 就可以少吃一顿荤菜 如果做每一件事情 都这样想一想 菩萨就会感应一下 你是一个好孩子 是一个有修为的孩子 希望你们保持师父 这个传家宝 要学会做任何事情 都要先想到人家 后想到自己 师父就是这样的 任何东西都要想得开 你只要对什么名利 孩子等 还有留恋 眷恋 你就无法自在 你就无法超脱 将来 你的灵魂往哪里跑 那就不知道了 明白了吗 真的要想得开 真的要超脱了 如果一个人 脑子里老是眷恋 那些过去的事情 自己就永远得不到安宁 要学会忘记 师父曾经在白话佛法里讲过 人要有一个坏记性 有一个坏记性 实际上也是一个好事情 比如当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在脑子里转 摆脱不了时 最好的办法就是忘记 今天就给大家讲到这里